汇控未来的前景会继续好 但见到40元升到46元这一转 其实都升得急和快 你觉得汇控现水平价值得吸纳呢? 当然短期来说 大家看RSI会发现 已经连续都差不多 5-6个交易日在大约70-80头的水平 是属于超买 过去在超买水平价值得不久 当然以一个短炒的角度 其实水位有限 但又想跟大家提示一个中线的角度 由股份在5月底的时候 其实曾经到50m 一路悄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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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иде 很 Assistant, Scripture saying is this 層次的黃金交叉都在過去尤其是10月出現了 這是一個中線的利好 換言之這個股份已經不是所謂均線的空頭排列 也不是弱勢股 現在算是幾個層次的轉強它是達成了的 所以你說過後就算真的做一個超買回調的話 不需要再去試低位了 甚至乎以圖表的重倉為止來看的話 我相信就算真的調整 落到45元甚至44.5元左右 就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以短炒角度就盡量省一元一元 如果以中長線長差收息的角度 已經是轉好 那就繼續持有就可以了 好,大家可以留意住 多少人可以留意住